火锅的热量报表 到底它的热量来源是哪几个地方来的 首先第一个地方就是汤底 汤底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汤 像崔森最喜欢吃的就是养生汤或者昆布汤 我不喜欢里面有太多的油脂 但是丘富人非常喜欢吃麻辣锅 那有的人还吃起司锅 看不同的汤底有不同的热量 麻辣锅跟起司锅它的热量很高 那你在煮的当中 你把一些肉菜加进去 它就会吸附这些汤汁 这些西肤汤汁你在吃的时候 你以为你吃到这个食物的热量 其实你还吃到的汤汁的热量 不但如此 你在煮完了很多海鲜肉或者一些菜以后 这个汤底它负责了很多的磷酸盐跟硝酸胺 这些东西吃进体内都是对健康不利的